朋友你好,今天是2022年1月16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人是不可能被教会的,除非自己领悟出来 人才就是人才,废物就是废物 你越教别人,别人越反感你 高手不用别人提醒,也能获取辉煌的成就 废物呢,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无知 就像高手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才华一样 一个人不会深度思考自我反省 再好的老师教也没用 再厉害的父母教也是没用 因为他的内心是拒绝的 对自己的智商,迷之自信 把心封闭起来的人,再厉害的思想教导他 他也嗤之以鼻 只有遭受社会毒打,才会唤醒思维的觉醒 未曾滴过血的手指,谈不出绝世的好意 未曾长夜痛哭之人,不足以与人生 未曾穷到极致的人,也不会真正的去思考赚钱 人这一辈子都在交认知税 虽然80%的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实践不会对你指指点点啰里巴索 但他呢,会给你最正确的答案 因为他从不说谎 等到三四十岁一事无成 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废物 而此时,曾经让你厌恶的讲大道理的人 已经离你而去 只剩下中年人的油腻与无关痛痒的叹气 前几天,看到了两条视频 第一条视频呢,是一位北京老太正在慷慨陈词 场合呢,应该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某个对话会 大体意思是和拆迁安置款未能到位有关 老太太气势满满,说其话来也是语言流畅 有理有据,中气十足 原本以为呢,这是老太必赢的一次交锋 毕竟现场对手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已经明显 但是在最后一刻,整个画风出现神奇的逆转 老太太用一句,我在这儿给你们跪下了 作为总结称词,同时呢,就扑通一下跪在了当地 而另一条视频呢,最近也得到了不少的转发 说着1月8日,河南宇州一男子在隔离转移途中尿急 在多次恳求下车无果后,也做出了一个高度疑似下跪的动作 后来有媒体以同车者的名义澄清说 此人不是在下跪只是想端住憋尿 而咱们作为男性的经验是 当憋尿到极致的时候是万万不能做出下端这样的挤压腹部的动作 或许视频里证明男性的生理结构有益于常人吗 一直以为这个世界上有两大愚蠢 弱者企图用下跪换来怜悯 屌丝渴望走狗屎运实现逆袭 果小脚和下跪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论其毒性优在留辫子之上 如果说果小脚是从物理上造成畸形 限制了人行动的能力 那下跪则是从精神上形成自辱 限制了思想的自由 人和人之间原本没有什么不同 跪下去的那一刻便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南枪北调集慢语中 鲁迅先生说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 因为知道挣扎 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 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 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而下跪则是他们的招牌动作 当然比奴才还不堪的是想做奴才而不得 满清是贵族文化最盛行的时代 忽光总督杨宗仁 曾给雍正皇帝上奏者自称奴才 雍正越后批复说称臣得体 那意思就是说呢 凭你一介汉人也配做皇家的奴才 咱们不知道后世的那些拼命的舔辫子 潮的人都是怎么想的 一个被一族统治 让整个国家与世界发展潮流失之交臂 倒退至半原始社会的时代 一个如果不下跪要膝盖有何用的皇朝 怎么就成了他们心心念念的盛世 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 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严密 以儒学绝对忠孝为支柱的意识形态结构 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之中 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全社会都在他的脚下绝对忠于他 他不仅支配人们的生和死 还要支配人们的想和说 他一个人否定了其他所有的人 人的欲望是邪恶的 因存天里灭人欲 因无欲无望的做统治者 得心应手的工具 咱们抛去赏史诗 都是黄安浩荡的历史时期不谈 对于已经接轨现代文明社会的中国 还有很多人无法抗拒这种天生 被烙印在脑子里的下跪文化 甚至将其视作为万用不爽的灵丹妙药 咱们大体总结了一下 其中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下跪理由 一种是跪下来求 你看我都给你跪下了 都拿你当我的祖先长辈一样敬仰了 您还不能好好的给我解决问题吗 一种是跪给别人看 以便让更多的人心生怜悯 获得更多舆论支持 国人历来认为年长的人给年轻的人下跪是一种折杀 这其实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廉价道德绑架 再一种是出于谄媚和交易 楚某田到成某杰家登门拜访的时候 每次都要对其行跪拜礼 在这种传统礼仪的熏陶下 跪的人知趣 瘦的人坦然 谁也看不到自己的丑陋 第四种是自辱求宽恕和放过 阿克雷被欺负的时候会说 打虫制好不好 我是虫制还不放吗 在阿克雷的语境里 虫制是比畜生还要小 还要低级的生物 尔雅说 有族为之虫 无族为之之 这类生物是食物链的最底层 天生就要被鸡呀 甚至是老鼠吃 所以只要是虫制 无论怎样跪求 哪怕摆出十八种花样姿势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虫制原本就是畜生的食物 当然了 还有为惩罚而跪 为表演而跪 为忏悔而跪等等 就不一一展开 这个世界本没有神 跪下去的人多了 就跪出了神 动辄下跪的本质 是对自我的矮化 是对权力的崇拜和畏惧 终于还是没有实现个人觉醒 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人格 早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 人们便已经开始用政治自由 对抗专制包政 用信仰自由 对抗宗教压迫 用天赋人权的口号 来反对军权神兽的观点 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福尔泰 卢梭德斯九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 导致形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 个人权利是目的 国家群体权利只是手段工具 并因此才能建立起契约型国家和现实责权对等 如果一个社会有规则处处讲法律和契约 人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利益随时可能受到伤害 更没有必要动辄下跪 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契约 来自于个人权利的溢出和让渡 如果有人缺乏你的利益 自然有法律替你解决问题 而责权对等更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任何人都有权利在法律框架下做出符合个人利益的彼此选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规则或法律是谁制定的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是否全面公平合理 一定记住是全面而不是仅适用于局部 亚里士多德认为 一个国家最终的目的是塑造公民的优良品格 而下跪显然不仅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的优良品格 而且没甚鸟用 咱们都知道 永远无法向一些人解释他头脑里从来没有的东西 但下跪这种传统文化还是让他断了根最好 说这人生啊 就是一场球赛 可以被翻成三类人 有场上的运动员 裁判员和教练 也有场下和电视机电脑前看直播 或者通过报纸和广播了解比赛的观众 剩下的很多都是不听不看也没兴趣了解比赛的人 第一类人呢是先知先觉 他们左右了整场比赛的方向 第二类人是后知后觉的人 他们欢呼他们跟随他们参与 第三类则是不知不觉的人 他们麻木盲从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快乐或愤怒 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悲伤和痛苦 这个世界上先知先觉是极少 少部分人是后知后觉 大多数呢都是不知不觉 在一个自愿荒诞的世界里 亮明观点需要莫大的胆量 我们固然做不了先知先觉 也不要去做不知不觉的人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为您准备的内容 感谢您的那些观看 一部分内容呢 揭选自公众号牛头大瓜 感谢原作者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